《世虛的心》這首歌是我自己一種很尚乘的作品 我自己很喜歡的melody 我提供了給當時的菲律賓演員 問題就是這樣 你給了一首歌演員 他就按照他的感受去演繹這首歌 我覺得舊時聽上去有點彎 是表達不到我想去唱的方法 是不行的 因為他限死了我 但當時又沒有足夠的資格自己去做arrangement 無奈地就要唱了這個版本 我就不喜歡那個版本 那個feel 你唱歌一定的feel是對的 你才可以表達到很喜歡去唱 這首歌是一首歌 所以這首唱片我拿出來 自己做arrangement 那當然是對的 我自己做的作品 那當然是細胞去表達這首歌一定是準確 加上我做arrangement之後 唱片公司聽完 不如嘉賓短結他在中間 chorus之後加短結他 又可以 所以有時自己想的東西 是局限在一個框 別人告訴你 就超越了自己的想法 所以群體創作是有好處的 群體創作是有好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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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體創作是有好處的 尖細胞 創作是有好處的